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8日,这是今天第二场独奥地平节目啊,首先来谈谈新消息 美国之音有一起讲到中国监管当局下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停止发行364境外债券 364,这个发行量子非常大的啊 那家区限是364天,有一种债券叫境外债券,地方融资平台,因为中国太大了啊,各省市自治区间都没钱了 以前是土地财政,也就是土地也卖得好,卖地,然后抢购老百姓的栽基地 迁返了老百姓的利益,不断的抢财啊,抢了以后和这个企业家合作,官员有利在里边给拿回扣 给受贿,同时呢,地升值,盖房子,盖工厂,是吧,盖厂房等等 他赶快让热气腾等,现在不行了,地卖不出去了啊,没人买了 房地产一塌糊涂,今天这个大骗子黄奇帆没有出现了吗 讲到政府应该趁机,就接盘啊 等到这个房地产跌到一定程度 拦有占有 给一半的时候 50%的时候 政府收了 收了给这变成连租房等等 你看 他都能出这个点的 就是这个楼四 是都非常危险的 那么怎么办 地方官也没办法了 他们的奥奥逮捕 没钱 要搞着债券发行 因为他们任期也就是五年 或者十年 最多干十年 有的因为反腐败干钱就爽钱 他们趁紧捞了 赶快就拆了东墙不西墙 这里就讲这个事 中国金融监管工程经下令 在台高速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停止发行期限为364天境外债券 从而赌注赌上一个去年成长 部分中国地方政府 都截至举债的一个漏洞 不要忘了他赌这什么呢 境外债券 他境内发呢 他永远在发 也是一样的 他为什么境外 因为境外都是民主法治的国家 你一直有法治的 所以你就黄金上了以后就要出大问题啊 他很狡猾 他有选择性 对内他是假装 不知道 不问不问 你们就发吧 因为发完以后 最等于把老百姓捆绑了 因为你就剩那两钱 你觉得这个债券的利息高你就买了 完了 等到下一步一打仗 你必须当炮灰 你和共产党一起困党一起死 比如说你钱在里边 共产党打输了 债券也没有了 你也没有了 钱也没有了 对不对 你给他打招 但是境外的债券都不好办 是吧 你比如说你买美国的债券 没其他国家债券 人家这个可以通过法律 没有期 是吧 来给你打官司等等 非常麻烦 他现在停止 发行就是期限364天 那肯定是李强发现 李强那个 把那个国务院系统全换了 是吧 他专门换了一个副民主长 找一个专门找一个 叫汪洋的 这青海纪律书记 你讲来抓人的事情 这个人 此汪洋非汪洋 是吧 那个汪洋已经是软件前来 搞不好进去了 因为李克强死了以后 我认为新人盯住他了 因为他是党里唯一的改革派 其实共产党最有希望改变 就是走向民主法治 那就是汪洋 如果汪洋是总书记 又见军与主席 这个呼参为总理 那说不定 中国还有可能和美国搞关系 慢慢的民主和平转型 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 现在看来已经没有这个希望 对吧 所以他肯定比李克强 干掉以后 就要干掉汪洋 那不能斗杀 斗杀外界反应太大了 乱刀了 你关到监狱去 所以他们找了一个 副秘书长 专门选择一个叫汪洋的 他确实是故意的 修正引起汪洋的打击的精神压力 是吧 团队也很大的打击 反西平实际上去看看 现在国务院系统 是李强提议的 一定是这样的 你看这是美国资金报道 他1月8号引述 四名知情人士的画角 故意透露的 这都是情报系统 故意披露的 对吧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顾名思义 是中国地方政府 为基础设施建设 进行融资的一个工具 八大头 九个大头 应该是 重庆不就是八大头全部亏损了 如果钱转到海外 抵自己孩子了 都贪战了 毛病倒霉啊 其他都是 你各个地方政府 全是在台高速 你看不像下台之前在大连 我听大连是一个领导部讲的时候 切里屁股在啊 同样在重庆你讲 就种的银行树 就挥过了十多 几个亿 对不对 你看在大连 动签那个书军烈士忌连塔 当时我写篇文章 发表的钱手 取定的啊 就动用那个塔 单切 三千万 是吧 你就想一想吧 他都是这样啊 然后沉迷人去了以后 就把这个 这个 银行树拔了 是吧 撞上了别的树 你看这一折腾多少钱 对吧 他用钱不给老百姓解决困难啊 政府困难 他就玩政治 为什么银行树 银行树帝王树 要当官 同样在大连那个 新海会论中心借那个 这个 一个塔 是不是啊 这个 一个花表 是吧 北京花表 他要当皇帝 他也借花表 你花表借也要花多少几千万啊 就罢了 没有多少几千万 你说这几千万 能解决多少 帖列你的生活问题 对吧 一千万养 多少个 这个低收入老百姓 他不搞 这都是制度问题啊 所以这篇文章透露的啊 地方政府毫无节制的利用这一平台 融资的总额已经高达九万亿美元 就这一项九万亿 吓死人 就将来中国要真正的灌荡垮台了 你海外民运人士 真是接管了 以后将来你头疼就是签怎么办 因为这都是合同 签的合同 你不能不认账 怎么办 不是那么容易啊 所以说 你没有的真本事 你没有的金刚字 你别懒这个磁气活啊 你是一向情愿 觉得你有能力的讲明这个法律 你这是干啥 你这经济问题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吗 团队这些人能不能就能解决一些问题 是吧 觉得很难讲 讲的怎么样 谁知道谁讲的弹词 这一天即将到来 中共完蛋了 我认为啊 地方政府毫无节制的 用9万亿从而 对已经大幅放缓中国经济构成的风险了 现在用一个词叫放缓 下一步就顺利就崩盘了 中国的地方政府由于土地拍卖收入急剧 这个下降 筹集新的资金管道减少了 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解放 解决地方债务和资金短缺 成为一个新常态 他没有别的渠道 今天新华社不发表明文章 讲中国的外资多少多少外资投入 假的外资分分撤了 你想 钱是掌握钱的人最是最聪明 最狡猾 所以要把钱放到一个风险地方 人往高出走 谁往低出流 现在聪明人都派他们来加拿大 美国买房子 尤其加拿大 地广人稀 地便宜 房子也能买到时候 有永久的产权 绿水青山 你发生核战的话 你打加拿大也不能不容易 很大呀 你知道埃德皇王子岛去看 那就是人家先进 所以这很多人从那种钱转走了 也有些傻瓜弄到日本去 虽然日本都要抵震不断 你都不如亚美加 说这次我去亚美加 那很好一下地方 那都好 亚美加你要买那一套房子 然后咱就住多舒服 你看开曼群岛也行 开曼群岛那个六德鸡 哎呀 我才知道这个六德鸡 这个六德鸡是在开曼群岛 鸡没人养 就自己散放 这个大鸡蛋 你说你在那吃鸡蛋 你看那蛋黄啥颜色 你要在那买一房 买个土地 摇一群六德鸡 你鸡是类是吧 你看那些亚美加的水 还有这个叫水智青走鱼 你看人家的水特情还有鱼 那个鱼就在水底走的 他能看着按照人 他看着你 你也能看着他 你找着生活 确实奇特 那水拿着喝 那不就是矿泉水吗 那就比你落山 矿泉水清洁多了 是吧 所以现在的中国国的环境就完蛋了 不适合人类生存了 就完蛋了 所以经历过场战争 重新的洗礼 重新洗牌 财富重新分配 现在正是个大变局的时代即将来临 鸡逢暴雨的声音 你应当听到了 是吧 龙年呢 中国要大变 你做好摄像准备吧 不许我们往下等着看 你看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具体问题 就关于一个案件 就是这个债券的问题 他讲到 据中国公开的资讯 中国大部分的省份 目前都是债务累累 财政收入处于负增长状态 他说是实际上 中国政府为了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已经出台一系列措施 而且通过融资平台发行债券的行动 受到严格的监管呢 他不会去管不行了 已经完蛋了 再来告诉我 他说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军的监管面前 发行境内债券以及服务挑战 而且发行境外的债券 必须实现获得注入国家 发改委这样的监管机构批准 我要讲到原因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债券的期限在一年以内 却不在监管和实现获得批准之力 他选择一些 就李强旧经理 国家发改委去年11月份曾经发明 就中长期外债服务发行做出规定 其中有一个漏洞 那就是期限不满一年的境外债券发行 无需获得批准 他们开始站着 短期型的也行 就买了债券 对外发行 是8个月9个月1年 真的没有限制 此次监管当局 停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是什么 364天 去境外债券的新规定 是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肆发行 364天境外债券 试图绕过 就是期限 绕过一年的债券发行 必须得到监管部门 审批规定 之后采取的新行动 上面采取应对测试 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 都是这样 路透社引述天峰证券 永安有限公司的数据表明 发改委规定中的这一漏洞 导致去年一年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就发行了 27例境外债券 也真正理强不行 而且这些债券的期限都是364天 也必须要审批的一年 债券少了一天 这都很 原因很多 即使是李克强 利物责任都很一样 对吧 这都是延续下来的 成前其后 这比27比境外债券 基本上是去年10月以后发行 债券收益率都在6%以上 364天期限的地方 境外政府的融资平台的债券 发行已经停止了 现在停止 现在请自老大 习近平已经同意了 跟他请自习近平 说一位从事财经 财经业务的人士 告诉路透社 这些债券没有受到监管 而且显然与政府化解 债务风险的努力被打扰 因为现在中美还没开战呢 对吧 有些东西国际法案的最新 最新的 该还的钱也得还 对不对 你看最近 中国国它制裁反制美国企业 冻击美国什么财产 没有具体的目标 是吧 他真敢冻结苹果的特斯拉在 中国境内资产都不敢吧 这还不到时候 都打起仗了就好翻脸了 现在还没到这个时候 那么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条消息 表明他们现在开始什么呢 就是采取临时措施了 这是一条消息 第一条消息 那么就是流浪博士 流浪博士既有新闻中共啊 看来要想把流浪博士 树立成一个典型 什么典型呢 就是你走错路 重新走路 走正路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出国留学 这样一个人的典型 被忽悠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现在人心是笨的 都想逃离啊 逃离这个邪恶 共产极权国家 是吧 他才开始树这么个典型 你看这是 疯狂网报道的 在纽约流浪的富旦博士 在美国的起落 还有大量个人信息 不给人所知 他走过的端 或许可以给未来留学生 提供更多的参考和警戒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照片 这个不就是照片 这个形象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洗干净